泰国又出事了 这下子真不知道到东南亚各个旅游安不安全了 新京报报道说啊 有六个越南人 当然其中有两个人还获得了美国籍啊 在泰国曼谷一家知名的酒店中被确认 统统死亡了 六个人呢 这下子数字可不小啊 当然非常的轰动 甚至泰国当地媒体进行了连番报道 一开始的报道说是啊 这六个人发生了枪战 啪啪啪啪 统统都被枪打死了 后来呢又有报道说没有枪战 这六个人统统死于情化屋 什么是情化屋啊 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毒药啊 以前在很多谍战片中经常看到 特务都扔手一颗药丸 到最后时刻怕被捕 一咬破人马上就绿马死掉了 再后来又有最新的报道了 这事都惊动泰国总理了 他召开新闻发布会 表示说啊 现在确实有六个越南人 死在了泰国曼谷这家知名的酒店之中 但是呢既不是枪杀 也不是情化屋中毒 在整个房间之中呢 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但是呢 有这个饮用咖啡和茶的痕迹 这六个人现在被确认都死亡了 可能是死于中毒 泰国警方现在已经确认 这是一桩刑事案了 马上要着手进行调查 那么就很奇怪了 这六个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难道他们是相约自杀 自己准备了毒药 到泰国这一起服毒自尽吗 还是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有人故意给他们的饮标之中下毒 导致他们的死亡呢 泰国现在要开始调查这个事了 说实话 这件事对泰国旅游打击会非常非常大 你想一下子死掉六个人呢 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很罕见的 更为关键的是 对泰国来讲 这简直真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为什么 过去几个月以来 我们经常听到各种各样 关于泰国呀 菲律宾呀 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恶劣刑事案件 前两天 刚刚有一个中国籍的女子 好像从马来西亚到泰国去旅游 结果死在了泰国 一开始说 她是被绑票了 绑匪撕票了 后来又有新闻说 不是绑票 是情杀 是跟她在一起 那个男子跟她发生了矛盾 把她杀掉了 而且这个女子还残忍的遭遇到了分尸 犯罪分子找了很多地方进行抛尸 增加警方的侦查难度 但是好在现在这个男子已经被抓住了 但是这件事真是细思极恐啊 泰国现在对我国公民是免签的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甚至有很多人啊 不愿意去那些谁都能去的旅游景点 特别愿意去一些小众的人际罕至的景点 我们特别得提醒各位好朋友 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它的治安真的跟咱们不一样 咱们有很多普通老百姓啊 在国内生活的是非常安全的 某种意义上讲啊 也算是被我们安全的环境惯坏了 所以如果你到东南亚各国的时候啊 咱别的先不说 不管游玩的好不好 钱有没有省下来 我觉得安全始终才是第一位的呀